一直以为这种场景只会出现在童话里面 你走得很累很困的时候 突然出现在这样一个屋子 真的是很好 沙坡尾 我们现在在沙坡尾了 这里是22号 没有带吃的 头好大 好可爱 这是个什么地方 上海有什么的二十个五间 请全面和不关门 不关门 共享是有那么多的 在不过人咖啡炒 无影响的家 因为一位不关门 哪里 什么东西 里面是什么喝咖啡的吗 对 它可以再做咖啡 但是它就是24小时 看一下 看一下吧 我可以自己看 啊 这 出来 那个 这是一个可以 24小时自住免费共享的一个空间 可以在这喝茶 其实厦门真正的唯一应该就是茶 你看 包括街边上都有这种茶梦房 生活美学不动 生活美学不动 这个说法 你看看 只是一个老黄子 没有掉底 是这样 走累了到这里 可以自住号 无人咖啡屋 要喝自己煮 就是这里真的是没有人的 就是免费给 就是给这边的路人提供的一个空间 自住24小时 都营业的 不关门 不歇息 看完露台不知很温馨 要喝自己煮 是有这样的 全开放全免费不关门的 这杯茶一辈子都很暖 你看 那里面真的有 有茶啊 冰箱里边 哇 真的有茶啊 这是咖啡 这是磨吗 它是磨好的 再磨一杯 再来一杯吗 这里 看 拿铁 那我们来煮一杯吧 1887的 然后还有茶呢 我看看这个茶 而且它还可以 都不是那种 敷衍鸟式的那种 还挺香的这个茶 这个是红茶 威在米南这边都喝红茶的 还挺香的 桌布不红香 来 这是杯子 哇 我看看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 哇 这是茶包 还有糖果里面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坐着 然后喝咖啡 然后认识不同的人 因为刚才他们外面聊天的 可能就是不认识的人 凑在一起 来了 天蓝地北 然后这边还有书 可以看 弗雷德 这个书好看哦 邮差弗雷德 这本书 这个好看我看过 它这个地方好适合 好适合我 以前以为真的是在童话里才有这样的屋子 小时候我看了很多童话书嘛 一直以为这种场景就会出现在童话里面 你走得很累很困的时候突然出现在这样一个屋子 哇 真的是很好 随手收拾这边也有小提示 自助泡茶 提醒了 你看 自助泡茶 冰箱还有茶 还有开心化鲜 重洗茶具 不要忘记自己的物品 自己煮完茶的话 记得随时清理垃圾 然后在这里清洗哦 又可以泡咖啡 又可以泡茶 是以咖啡跟茶文化的一个结合 真的很好 哦这个8块钱一瓶 自己 如果要一瓶的话自己扫码 8块钱一瓶扫码付费 请无量费 好有人情味的一个地方 路灯计划 引温暖的家